美麗戰場的戰場有很多不同的處境 在頭段是來自家裏 到中段是娛樂圈 最後一個戰場就會落在豪門的恩怨 唐鎮宇是香港首富的富二代 希望觀眾看到方日生在演戲或演技上的另一面 這個角色不是一個表面樂觀或陽光的角色 充滿了一些人性的陰謀面 我說得很清楚了 不用我循覆吧 你做那麼多陰則事 一定會有報應 我就是你的報應 在一個角色裏面的設定就是 我家非常有錢 而我就是不太長進 只懂得花錢 對家也沒有貢獻 喂? 這麼早就快樂? 當然行了 不喜歡, 甚至是很討厭姜大衛飾演的 我的爸爸龐國棟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更加不做事 更加好吃爛飛 就是希望可以保持他 對不起, 我又令你失望? 拜託你們吧 老人家就應該找一件有意義的事來做 整天感覺到年輕人做什麼呢? 角色裡面, 龐國棟是一個生意人 做生意可以說是不擇手段 也可以說要賺到盡 做生意一定會賺到盡 你那幾十億而已, 都不捨得掉 當然父子之關的關係很好 挺暗淡, 因為中間有點誤會 你說完了嗎? 你說完了嗎? 我告訴你, 你說謊, 你說謊 就算是怎樣也好, 他也是我的兒子 我怎樣也要把我父親家 將來都會給他的 只不過中間的戲裡面 就是大家經常都有爭辯 你跟他一口一口, 又沒腦子 又容易被人騙 你們這些年輕人稍為聰明一點 我們這些老人就不用經常幫你收拾 我很餓 事實上在戲裡面, 我不喜歡陳盈 我覺得他不配合我們的家庭 所以一直反對他和陳盈 希望他和我們門當戶對的諸神 我扮演這麼大小的戲 中家寶和孔欣欣怎樣相比 我專門這樣做 我就要告訴他, 我們旁家的門口 並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容易人 我這次的角色叫唐欣 有一個四大家族 我們家裡是其中一個家族 四大家族的另外一個家族 就是方力勝他們的家族 我們倆是青梅竹馬, 從小玩到大 大家會看到好像是類似伴侶的感覺 為什麼你這麼厲害? 每次都遲到我 是不是應該我問你? 為什麼你遲遲都遲到? 我們朋友, 越朋友就越遲 穩次, 我比你早, 你才害怕 因為我經常到處飛 在方力勝成長的過程當中 遲到陳盈, 阿寶 之後他們就一起結婚 真的有一個愛情 但是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站出來去支持我 曾經都喜歡的一個朋友 就是爸爸, 方力勝 用我的感情去… 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都會站在他那邊的角色 你真的可以幫到我? 我永遠會站在你那邊 那你有什麼方法? 我看見他 我的角色其實叫做龐子山 我哥就是方力勝 在劇中, 莊哥, 就是我爸爸 他是比較重男、輕女的 即使我很乖 我比哥哥乖, 我比哥哥能幹 也好, 他好像比較偏心 所以到最後我會覺得很不開心 我會覺得為什麼我做這麼多事情 但是都不夠哥哥的東西多 所以中間就有一個轉折位 所以人性在每一個戰場裏 其實都可能都很渺少 幾個不同的戰場 都是考驗戲裏面的角色 戰場的空險就是來自這個所謂的危機裏面